圣诞节 那一个你只要一靠近这个日子 你一走进shopping mall 就会被各种各样的圣诞歌曲 所洗脑的这样子的一个日子 这些圣诞歌我们每年都听 我们每年都唱 但是我们并不一定明白 这些圣诞歌曲 它到底在讲些什么 那可能我们就觉得 这个就跟新年歌一样啊 新年的时候我们也唱新年歌嘛 只是一个唱了是财神爷来 另外一个唱了是圣诞老人来咯 那在今年的圣诞节呢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好的圣诞歌曲 我们会借着一系列的视频 跟大家介绍五首比较经典 而且是很好的圣诞歌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一首歌呢 就是听哪天使唱高声 那在开始之前呢 我们可以先一同来听一下这一首歌 听哪天使唱高声 报知耶稣尽江声 天上荣光灌与山 地上平安染满 世间远尽大小帮 见当先知同送阳 天上的何事不上 基督声与玻璃行 听哪天使高声唱 荣耀光与心声望 基督声望 基督声望 天使尽百气颂扬 竟然许既有天将 上与同与常人传 职高声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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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过于心伤亡 美在耶稣和平望 美在耶稣为时光 普遍朝令万方人 此意永生因归战 前辈放下天荣尊 江生旧人变成了 江生罪人能更新 江生罪人欲助期 天啊天是高声唱 荣耀过于心伤亡 很明显这首歌并不是我唱的了 我就是请他来帮忙我 大家看一下能不能够录下这首歌 因为免得啊我自己唱的话 大家都要跑走了 这首歌的词 他的作者呢 其实是非常著名的 这个Charles Wesley 查理斯威斯利 他的曲的作者也是非常的有名 就是Felix Mendelssohn 这两位大师共同而成的这个作品呢 就留下了一个永恒经典的圣诞歌曲 那其实这首诗歌的创作 他一开始是因为Charles Wesley 他有一年的圣诞节 他去这一个教堂 然后他听到了教堂的钟声 他就在教堂里面 他默想耶稣基督的诞生 然后他就写下了这一首诗歌 最早这首诗歌呢 是收录在1739年 寻道会他们的赞美诗当中 诗歌最原始的歌词 他第一句应该是 因为Charles Wesley 他是听到那个教堂的钟声 但是后来呢 有一个人把这个歌词改了 改成了听那天使唱高声 这个人呢 就是伟大的步道家 George Whitefield 乔治·怀特菲 他在1754年 所出版的这个赞美诗当中呢 就把这个歌词给改过来 也改成了只有四节的版本 其实Charles Wesley Isaac Watts 还有Fanny Crosby 他们都并列为伟大的诗人 他们的诗歌 推动了他们同时代的 灵性复兴运动 几个世纪以来 成为教会非常大的祝福 听那天使唱高声 是一首描写耶稣诞生 非常有深度的圣诞诗 当中就包含了 纯正的教义 也对圣经的经文 有很丰富的隐喻 在第二节这里 他说基督本为永生亡 天使敬拜 其颂养 耶稣基督是谁呀 耶稣基督原本是坐在天上 受到天使们敬拜 送到天使们颂养赞美的那位大君王 但是他竟然做了一件事情 他做什么呢 他竟然须挤游天将 生与童女成人状 那这个就是在菲利比书二章七节里面所讲的 基督他反倒须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他成为了人 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成了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人 这位至高的上主 他成肉体 住在人间 恩无比 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忙忙 有恩典 有真理 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 这个恩指的是什么恩呢 这个恩是给我们这一些人类的恩 他愿意跟世人同干枯 他原本是完全的神 但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成为了我们这样子的人 跟我们同受试炼 跟我们同受试探 跟我们同受在这个世上的苦难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这个就是那一位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 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 在第三节这里 他就讲美哉耶稣和平王 为什么要叫他和平王呢 以赛亚书九章六节 就已经记载了 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 永债的父和平的君 以赛亚孙之就已经预言 将要来的这位弥赛亚 他是和平的君 他是和平的王 下一节 美哉耶稣为世光 土骗造灵万方人 赐以永生引归真 耶稣说 我是世上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并要得着生命的光 他作为世上的光 他造灵了万方人 赐给那些他所喜悦的属于他的这些人 赐给他们永生 引他们归向真理 归向真道 他谦卑放下天荣尊 他放下天上一切的荣耀 一切的尊贵 为什么呢 为什么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呢 为什么耶稣要降生呢 这首诗歌他给我们三个原因 第一 降生救人 免沉沦 第二 降生罪人 能更新 第三 降生罪人 与主情 我们原本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我们原本是罪人 我们是一条道路 而这条道路就是通向地狱跟死亡 我们是没有盼望的 我们是活在沉沦当中的 我们是只能够等待这个死亡的人 但是耶稣基督来 他救我们这些罪人 免于沉沦 他救我们 脱离这一条 我们原本只能够走的这条道路当中 我们得着行的生命 而且怎么样 耶稣基督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让我们这些罪人 重新得以与主和好 与主情境 你说这是怎么可能呢 上帝岂不是那位圣洁的神吗 上帝岂不是那位 完全公义的神吗 他怎么能够容得下一丝的罪恶呢 他眼睛里面怎么能够容得下一丝的沙子呢 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 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使我们这些罪人 重新与神和好 重新与主情境 我们的罪归算在他的身上 他的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 他在这个世界上与我们一样 同受试探 同受试炼 成为我们一样的肉体 但是他没有犯罪 他代替我们完全遵行了神 原本要我们所遵行的这些律法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 耶稣基督他做到了 他代替我们成就了这一切 使我们得以与主和好 但是你以为耶稣来 就是如此把我们带上天堂就好了吗 不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个目的 他让我们这些罪人得以更新 过去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过去我们是罪的奴仆 但是如今他把我们更新了 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奴仆 我们活过来 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 我们成为义的奴仆 我们过去我所喜爱的这些罪恶的事情 犯罪的事情 如今我成为一个新人 我不再去喜爱他 我不再去追求他 是 我还是活在这个罪恶的观景当中 是 我还是可能会犯罪 但是如今我已经是一个新人 我不再喜爱这些罪恶的事情 我不再渴慕这些罪恶的事情 我会越来越恨恶罪 越来越远离罪 我愿意穿上新人 在上帝里面真心喜乐 甘心乐意的过一种讨上帝喜悦的生活 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得以与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听拿天使高声唱 荣耀归于新生亡 记载在路加福音2章14节 突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以上就是关于这首圣诞歌曲短短的解释 下一期视频我们要跟大家来谈另外一首很经典的圣诞歌曲 齐来 宗祖信徒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欢迎你点击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就下期见 拜拜 听啊天使长高声 保持耶稣金江山 天上荣光光与山 天上荣光光与山